最近杜海涛在微博上PO出一组自己的照片,吸引了大波网友围观,照片的画风,大家直观感受一下。 嗯,你没看错,当下流行的睡衣,风交Balenciaga价值26000元的棉被带,再加上头顶的八爪与按摩器,妥妥的时尚界黑洞,无疑了吧? 不同的时间,不同的地点,然而相同的是,这满满的春运及时感是怎么回事啊? 喂,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,巴黎世家的包难道不是这样的,或者是这样的? 虽然,巴黎世家这款背包的设计,已经被网友吐槽过无数次,但能把它背出量身定制的既视感,海涛也是心不容易,身穿假袄加短裤,头戴米海军帽,还背着鞋胯小包,这配色,这风格,小妹我是真的看不懂啊,曾跟娱乐圈的弄潮儿,无意繁撞衫。 除了和男星撞衫画风不同之外,海涛和沈梦辰的情侣装,也看不出是同一套,杜海涛真的不是来给Gucci砸铲子的,要知道这件绿色套装可是这样的。